下午我们来清水鼓洞参观 清水鼓洞又称清水鬼洞 它正确的名称是恒山战备道 是日本在二十世界大山墓前所建造的坑道 我们进入清水鼓洞参观 清水鼓洞是日志时代的军事战备地道 从凹丰山公园北侧通到大甲西南岸的恒山北路 可说是清水人昔日的共同记忆 曾经作为军方的战备重地日前闲置荒废多时 在原清水政公所民意代表及各界积极推动之下 已经进行整理开发 未来渴望为清水地区增添一处地方观光据点 恒山的清水鬼洞兴建于1942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末期 盟军飞机日夜轰炸台湾重要军事及物资储备设施 日军为长期抗战域做准备 玉半山腰凿山挖掘的防空战道 坑道四通八达东南下凉 现在我们走的这条是主坑道 道内四面壁有我揽石、钢筋及混凝土兴建 极为坚固 清水鬼洞是日治时代的军事战备地道 走进来蛮凉爽的 从澳丰山公园北侧通到大甲西南岸的恒山北路 可说是清水人昔日的共同记忆 曾经作为军方的战备重地 日前闲置荒废多时 在原清水区公所民意代表及各界积极推动之下 已经进行整理开发 坑道四通八达东南下凉 我们走的 这里个岔路我们先走指看看 指的不知道去哪里 我们去看一下 这一个消防水槽 消防水的水槽 这也是电力机把我把它进入 在外面看一下就可以了 道内四面壁有我揽石、钢筋及混凝土兴建 极为坚固 清水轨洞兴建于1942年 原名为《红山战备坑道》 从澳丰山公园北侧 通到大甲西南岸的恒山北路 历史有将近70多年 是当地清水人昔日的记忆 轨洞是日志时代的军事战备地道 为了准备长期抗战 于半山腰遭山挖掘的防空战道 长约200到300公尺 内摆设有床铺 洗手间、仓库、办公室、水电、电话等设施 里面仍有少数保持良好的设施 坑道岔路多、诡异黑暗 再加上长期荒废 无人敢进出 所以被称为轨洞 坑道的高度应该是 070或180的高度 现在我们走的这个是 测坑道之线 所以它比较小 在清水区公所 民意代表及各界积极推动之下 进行坑道的整理开发 坑道全长约有4公里 是日志时代驻军的生活空间 坑道四通八达、东暖夏凉 道内四面壁分别有俄览石、钢筋及混凝土新建 极为坚固 不过目前只有部分对外开放 清水区公所配合轨洞的重新开发 特别请了工人画家孙桂德担任 因清水救民牛码头 利用钢筋及复合材料创作而成 黄牛一家青雕塑 象征了台中清水 已成了当地明显特色的地标 越多的际合材料创作与大际 日本在台湾介绍了南瓜 战备登道 替台湾介绍锈 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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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藏室应该就是弹药骨 这里是坑道的另外一个大入口 我们先往直的前往化妆室 现在我们在这里 等下来这里 这里又是寝室 这里也是寝室 所以它可以让它蛮多的宫店 一个班的人马 睡在这里 这里又一个寝室 所以从刚才走过来已经有四个寝室了 大概一个连续 连续在这里 最后一间储藏室 担药库 担药库 这里规划得很好 很干净 这里是战备水池及厨房 天保 年底厚 年底厚 前面 這裡是鋼燒 戰衛兵的地方 所以它真正的入口應該在附近 我們剛才走進來那個入口應該是它的 特點是什麼樣子 主要的 這裡就是廁所 看背廁所 所以我現在走到廁所就要原路走出去 原路走回去 那個化妝是不能使用的 只是讓你看一下它以前 這裡的廁所長什麼樣子 這裡是廁所 是廁所 有些小廁所 是廁所 有些小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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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們回到原來的岔路 我們往右邊走 去另外一個坑道 它這裡就像是 坑道的走向就是H型的 這個坑道是往下走的 下坡 這個坑道插入了 我們先往右邊走 我們現在在這裡 然後我們先往這邊走 其實高雄有很多這種 日間遺留下來的坑道 如果能躲上的修復 能做的景點也是很不錯的 這裡也是鋼燒 這裡也是鋼燒 這裡是 在這裡設立的 位邊在這裡站著 如果能從這裡冒出來 就從這裡設計 現在我們還是要原路退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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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走這邊 再走這邊 可以看到 右手邊這裡是剛才的 再往左邊走 再往左邊走 來到這裡滿吵的 不知道為什麼很吵 有類似風扇之類的散熱 這裡有封起來了 這裡有封起來了 這照理說也是一個坑道 看不到 這裡往上爬 對 這裡就是機箱寶 它變成 埋棟的地方 很吵 很吵 但是 這裡沒有封起來 這裡有封起來 這裡有封起來 不怕 這裡有封起來 太過分了 這裡有封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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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有封起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坑道很潮湿 通风不良 做排气的装置把这些的废气排出去 让空气流通 坑道也比较不会潮湿 我们又回到了主机区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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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又是寫鋼燒 這裏又是一個主機區吧 所以來到這裏還是要遠路退回去 這裏是一個主機區 這裏是一個主機區 這裏就是剛才的主機區 我往這邊走 這裏也是很吵 應該也是排風扇 這裏還是有舊坑道的入口 這應該還可以 這裏應該以前的路線還有 只是封起來 這裏是一個主機區 這裏是一個主機區 這裏是吉祥寶 這個主機區 這裏也是一個主機區 這裏是個主機區 這裏是一種旅行的 一票是要去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现在我们整个开放的位置都走完了 沿路走回去 现在已经参观完毕了 它那个封起来的入口 我们现在没办法过去 听说这个坑道也是蛮长的 所以我们不晓得它一些入口的地方 也不可以乱钻进去 回到了主局区 现在我们原路走回去 对 髒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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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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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我們回到了入口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清水轨动走一圈大概25分钟 蛮好走的